不只是這個Manga當中有Dead by Sunrise的歌 甚至要你們演出 你們會覺得自己適合演出哪一個角色 好我們先讓那個逗道來講 我喜歡那個男的髮型 長的髮型 是這個角色 鄧小悦的角色 因為他的髮型又很像 對 我想好像這個 interpreter 臭著髮型 這是這個男的髮型 醫生的天愛 為什麼 我想像個作個衣里 Ko сам也太爛了 經驗 他想要演柯佳燕的角色 所以你喜歡蜘蛛嗎 三位團員的答案都非常的有創意 那我們也來站在導演的立場來看 你覺得如果這三位 Dead by Sunrise的團員要參與Manga的表演 你覺得他們會適合演什麼樣的角色 他們比較適合演灰狼的小弟 演你的小弟是不是 開玩笑 這個真的是非常難回答的問題 對不對 因為 他們好棒喔 因為剛才豆島說 如果他們參演演出 也許你可以演這個 豆島在裡面演的也是一個黑幫老大 演你下面的小弟 然後馬上他們就已經順勢學會台灣的 這些所謂的Gangster culture 他真的很認真看電影 真的 他有把這些小動作學進去 其實剛剛就像 不論是Dead by Sunrise 或者是我們Manga的演員導演講的 其實在這部電影當中 或是在一個樂團當中 有一個東西非常重要 就叫做Brotherhood 那如果中文我們也可以把它翻成義氣 那我們想請各位聊聊 在現實生活中 你對於義氣的定義是什麼 你覺得什麼樣的朋友 他會真正成為你一輩子的兄弟 那我們先從導演 在我那個年代 在我那個社群 然後 就是那個血氣方剛的社群裡面 義氣是最高定義 最高指導原則 如果之前有人罵我說 你好XX喔 那可能是成讚 但如果有人說 你不夠義氣 那是絕大的活路 這句話好嚴重喔 對 就是那個時候覺得朋友 對你提出任何要求 你都不能拒絕 你甚至可以付出生命 那現在回頭想一想 那是一種境界 人類社會 在青少年時期 社群化的開始 我們知道透過團結 透過合作 我們可以創造一些事情 完成一些事情 那那是一段 我覺得是一種終極的情感 一種 他當然不應該被扭曲成 什麼事情我都要配合 應該要自我的判斷 但這個終極的情感就是 只要你需要 我永遠在這裡 是 就是所謂的兄弟之情喔 就像豆島講 他是最 最始 就是可能我們在很小 開始學習 跟別人一起合作的時候 他是最開始 那他也 其實豆島之後講已經 能夠講的已經不多了 對不起 Sorry 但對於我來 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一期就是 就是 永遠不去問原因 不去問為什麼 卻有高度高度的默契 然後不需要言語 就能夠互相了解 甚至能夠為對方去死 可以交換生命那樣的感覺 就心意相通 然後可以 為了彼此交換生命 就是所謂的兄弟之間的意見 一起的定義 那馬克呢 都被我們講完 所以我只要講一個 沒那麼沉重的 我覺得 義氣 像導演說是一種情感 然後是 像小天說是一種情感的交流 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很好的一個例子就是 我如果今天早上起來 要上班 然後 心情不是很好 很浮躁 看到大家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心情就會變好 就是那個東西 我覺得是很奇妙的 他們可以在無形之中 把我們那些活安化解掉 所以 我也不知道 就是快樂跟安全感 一種安全感 其實 不論是豆島小天長的那種 可以為你去死的那種情依 或者是 可能像馬克講的 是比較歡樂 是充滿安全感 跟大家在一起 就會帶來歡樂 然後解除緊張的所有的方式 也都可以成為義氣 那我們再來請聽西方人眼中的 那種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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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 你的生活經驗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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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 的人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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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 Site Pack 其實呢我們每一個人出生 我們都有一個有血緣關係的家庭 你有家人有兄弟姐妹 這是我們出生以來就非常強的一個聯繫 但是呢除此之外 有另外一個更強的聯繫 就是你所選擇的另外一群人 然後他們可能比你跟家人之間是更加親密的 因為呢他們會看到你最黑暗的那一面 最痛苦的那一面 他們會看到你最有趣 然後甚至非常奇怪的事情 然後或者是人生當中 一些非常特殊的這些時刻 是跟他們一起share的 所以人生除了原生的這個血緣關係的家庭之外 其實如果能夠有一群這樣子的朋友 一群這樣子的兄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從美國來到了那裡 然後拿到那裡 這是一種的事件在最後的電影 他們來到了台灣 對美國 對 當美國人來到了那裡 對 artists there's a lot there i think there are a lot more there's definitely what chester was saying there's less honors a lot more just want and violence and every's the one with a feeling of you know i don't care who the bosses i'm just going to shoot you and that's it you know and in this there's a little bit more of a system and there's a little bit more of a situation that you do a little bit more of a uh-oh of a 就是要加上了一種社會和同性的關係 也就是比較大小的一個是比較大小的 一個比較大小的主要 在美國和平壇的其他東西 還有一些人物在美國 很像是有些人的地方 他們只要有奸依革的東西 是真的有奸依革的 賺錢 是很少人的 是你能力的 也能力的 是你會的 我认为这,尤其是在美国,这就是什么军事是关键的 他们不想再讨论,不想再讨论,不想再讨论 甚至在一个军事,每个人都是自己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